七點半送去 十點半就說他叫不醒 到醫院就是昏迷了 15號凌晨1點38分 廣生了 就是這樣子 我是不捨我的孫女 多愛那一刀而已 我覺得他是虐待他 因為他跟我講的過程就是說 我的孫子在未來裡面哭鬧 其實講得怎麼樣 大家 大家都有小孩子 再怎麼做小孩子 讓他跌倒 讓他摔倒 也不可能會造成這麼 重嚴重 這麼痛苦 自己就不怕 怎麼可能 沒有啦 大家心裡都是小孩子 心裡都很明白 怎麼可能小孩子自己跌倒 你有辦法把他摔倒死 不可能啦 這鐵隊不是意外啦 顧小有辦法把他顧到死掉 鐵隊就不可能是意外 14號是第二天 七點半送去 十點半就說他叫不醒 到醫院就是昏迷了 15號凌晨1點38分 廣生了 就是這樣子 我是不捨我的孫女 多愛那一刀而已 您當時是怎麼找到這位保護的呢 我們是透過保母平台 那社會局也說 因為我們會認定說 社會局你發給他這個保母證照 那應該他是一個合格的保母 他也跟我說這個保母很認真 那我們就放心 而且這個保母那時候剛好兩個小孩子 結束了沒有帶 我想說只帶我一個孫女 應該是OK 然後他的老公又是高中老師 小孩都是碩士畢業 所以這樣的一個環境應該是不會太差 然後他又說 他假日又在當家府中心的志工 我說家府中心當志工 他應該是很有愛心 所以我才把小孩給他 所以說你社會局在審核保母這個部分 你是不是應該去重視 不要這樣有這麼多 那麼可愛的孩子就這樣不見了 謝謝大家